我是一名牌报手,从事牌报工作已经12年 检查它的线路,哪个是通的,哪个可以剪,哪个不可以剪,就能检查数 我叫王明,是长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搜牌报大队,4级警务技术主管 首先我从参加工作后选择的第一个职业就是牌报工作 牌报队员应该具备的是强大的体能训练,非常重,牌报重量达到32公斤 正常人穿着64斤的衣服,走路肯定是费劲,体力肯定是吃不消,这需要我们强大的体能 我们平时为了适应这个牌报服,要穿着牌报服,跑步,走路 甚至有的时候穿需要长达2到3个小时,进行工作和训练 还有就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为了达到牌报手的手稳 包括夹黄豆训练,穿针引线,包括穿大米,这都是我们基本训练 最近一次比较难忘就是在福宇市有一次发现一颗遗留牌击炮弹 在一名村民家,当时身着牌报服,用双手把这颗牌击炮弹转移至沙箱内 然后用双手捧出来,走到防爆球,放进防爆球内的 尤其在这个夏天特别炎热的时候,蜂蜜地里的蚊子特别多 尤其在蚊虫叮咬的情况下,这个手非常痒,然后还不敢去动 转移到沙箱内,然后绷着这个沙箱,转移到防爆球内大约100米的距离 也是这个路走得非常漫长,非常痛苦 然后最后转移至空旷地点,利用这个爆炸物销毁器 将这个排气炮弹进行分解销毁 最后成功处置 嗯,怕肯定是怕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训练呢,包括掌握的知识多了之后 也会克服这些恐惧心理 三,二,一,开始 这个是我发明的这个爆破控制系统 它主要是最开始研究初心 是因为在这个爆破作业当中 比如说门窗爆破的时候 配合突击队员,房间突入 这情况使用的 它可以设定定时起胞 以及无线遥控 以及这个有线遥控起胞 也是很多种方式结合到一体的机器 它在这个爆炸物销毁的过程当中 可以广泛的应用 可以同时销毁五路线路起胞装置 可以连接上百枚雷管 曾经是一名军人 现在是一名警察 身穿这身警服 要把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 我们不来守护人民群众 那谁来守护人民群众 希望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们 在每一次的实战任务当中 都能够平安归来 始终守护着一方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